嗨,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也是心理羊毛编脚料的一天 先来做一朵好看又简单的云朵胸针 取一些蓝色系的羊毛球 以上过江的毛毡布做一笔 挑出颜色合适大小合适的羊毛球 切开 比胶形状 各种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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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自己最满意的云朵形状 用热绒胶开始粘贴 光是羊毛球感觉有点无聊 所以我还找了些蓝色系的珠子作为点缀 粘贴 直接完成 我们就得到了一朵胖乎乎的云朵啦 然后稍微加工一下 当当当当 一朵云朵胸针完成 这是我至今做过最简单的云朵了 接下去做个更简单的 五彩的小花手机吊坠 找大小差不多的任意五个颜色的羊毛球 然后再找两个黄色系的稍微小点的羊毛球 把它们用热绒胶粘在一起 等热绒胶干的过程中用手压住 能帮助更好的粘合 然后就得到了一朵胖乎乎的五彩花啦 再拿出准备好的吊坠线 我准备的这种是带有螺丝的 所以直接拧上去就好了 完成啦 很简单对吧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收藏留言关注投币 那我们下期见吧